郭台铭本来是准备在农历轨越以后 再宣布参选 可是呢 郭台铭基于下列的三个原因 所以他提早在昨天上午十点钟 就宣布参选 第一个原因 郭台铭发现 他的民调的支持度越来越低 很明显的 郭台铭迟迟不宣布参选 支持郭台铭的人 开始感觉到不耐 觉得郭台铭 油爆枇杷半遮面 扭扭捏捏 第二个原因 郭台铭因为他四年前 曾经有选举活动进行一办 突然无预警的宣布不选了 因为有这个前科存在 使得很多人不敢投入 要帮忙郭台铭 第三个 就是最近整个大选的 民调支持度的变化 很明显的发生了 赖清德一枝独秀 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民调 都显得低迷不振 而郭台铭本身 的支持率也只能固守 10%到12%左右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郭台铭最后决定 要提早在昨天的上午 就宣布要投入大选 都映 字幕 李宗盛